我怎麼最近這一個禮拜突然的腰尾就變粗 而且開始人就變得很累 也就是XXX發炎的這個結果 終於有時候好像真的是望聞問切 看一個樣子就大概知道這個人有沒有一些疾病 我覺得這很厲害 可以從體型上面做一些觀察嗎 馬鞍臀或者是假跨寬啊 游泳圈 跟我們骨盆因為旋轉而不穩定 它不對稱的不穩定 那我們就會去在這些地方累積脂肪 好像說本來肚子是緊緊的 平平的筋膜 骨盆旋轉或歪掉了以後 它就會揍出了一團空間 那這團空間其實就會容易堆積脂肪 所以到其他這兩邊這樣子 對 那像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有些人要什麼骨盆枕 怎麼喬骨盆會變瘦 這是這個理論嗎 可能是這個理論 真的喔 只是說骨盆歪的也有一個上游原因 常見的都是腳踝啦 我剛剛來我們也是來這邊錄影之前 我正在骨 正在診所是調一個莫特爾他的那個 馬鞍 馬鞍也是因為穿高跟鞋扭上腳 以後骨盆就歪了 因為我們扭上腳的時候骨盆會跟著歪的 但我們都只治掉腳踝 對 不治掉骨盆 所以他就長出了兩團肉 他覺得好困擾 好酷喔 因為我是覺得馬鞍肉這邊瘦不下來很困擾 你有馬鞍嗎 有耶 這我也不知道 真的我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是可以這樣子去瘦它的 就是可能是其實是哪裡有問題這樣 是啊 因為如果這一種馬鞍的脂肪嘛 它是為了填充跟保護那個位置 我們就把那個脂肪抽掉 它一定會在漲啊 對 因為你需要那團脂肪 所以這個是治本不是治標 對 治本很重要啊 所以你看剛才就要除了伸展 然後來鬆開我們的筋膜之外呢 那平常這些內臟的筋膜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保養 對 內臟的筋膜呢 但很多人它中年發福 啤酒肚 其實常常都是因為飲食或壓力 有的是因為它長期的一些 身體那個代謝都沒有調整好 內臟如果發炎時 也會讓內臟脂肪越堆越厚 就肚子縮腳越來越細 肚子就越大 我有很多足科的患者 他本身說 我怎麼最近這一個禮拜 突然的腰尾就變粗 而且開始忍入變得很累 也就是內臟在發炎的這個結果 那其實保養內臟 除了說我們用中西醫的方法去治療以外 平常要避開三大類的食物 是 因為飲食養生是一種減法 它不是一種假法 這類的食物容易讓身體 進入發炎的狀態 然後就一直 我們在吃一些活腫進去 那就很難去消 是 所以第一個堅果不能吃 可是堅果不是好的油脂嗎 OK 這個另外說得一半 因為堅果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可能都是用比較純的堅果嘛 它裡面的那些脂肪酸幫助我們抗氧化 但我們市售的堅果 常常都打開就好香嘛 油炸 因為它烘焙過 這不行嗎 那我買無調味什麼堅果就可以了 第一問烘焙的其實就可以 研究指出說在蛋白質或脂肪 它高溫的時候 它會變質 那變質了以後的這個物質 我們把它叫糖化中產物 它會讓體內容易發炎 容易老化 所以就是說越好吃的東西 其實就越容易老的那種感覺 所以像什麼麻油肌就是太燥 是不是 對 其實麻油本身是滋潤身體的 可是我們麻油經過高溫了以後 你可以想像好像火氣 鍋子的火氣藉由食物進到你體內的那種感覺 我們都容易有麻油去爆香嘛 是 哇 滿污子的那種香氣 其實那個時候的麻油它很香 可是它也紀錄了那一個火氣 它其實有做過一個做法 它其實幾乎就是一點點的爆炒而已 可是接下來就做雞湯 雞湯好了以後呢 我再把麻油加到雞湯裡面 有味道就好了 有味道 而且又吃得到麻油那種溫潤的感覺 畢竟那些麻油它沒有在乾鍋的時候去爆香 它其實就比較不會變質 那像你最後有跟你講到什麼精緻澱粉甜點 就是剛剛前面也有說到 但是這些東西我不可能就不吃它 就是如果這樣我人生活著要幹嘛 就是如果我已經要吃的話 對 你剛剛講這樣子說 醫生還有沒有 又挑眉一下 對啊 那好 那你要教我們啦 醫生你要教我們 我們到底要怎麼吃呢 所以說我們要規劃好大概一到兩週 我會鼓勵就是這個 七到十天啦 放重日 我這禮拜呢 先好好養生 好好養生 我就是為了那一天把它用掉 可以 這個概念OK的 我就儘量不要生氣 我儘量早睡 我就不喝含糖飲料 我就是禮拜六尾牙那一天我再來吃 可是很OK的一個概念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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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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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